好的種植環境呢 會讓你如虎天曆順水推舟 但是差的呢 欸... 你會輸得脫口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那個菌啊 你常常在田裡遇到什麼 碳居啊 骨瘤 尾雕 或者是 一些根腐病 今天要介紹的是上次 我們發酵好的那些菌啊 還沒有看的可以去補一下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最近喔 Youtube的研算寶越來越難搞了 那個讚就幫我給按起來 就可以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 來觀看這支影片 啊至於訂閱呢 你覺得有用再訂閱就好了啦 然後 這次介紹的牙包感菌啊 它的運作原理喔 就是先來的先卡位 如果你當初種下去喔 就什麼都沒有使用 遇到好的菌就算了 但是壞的喔 就會讓它整個運作受阻啊 甚至喔 提早下班啊 就是死掉 種植植物喔 要對症下藥 不同的病徵喔 就要使用不同的菌來對抗 像是光我們牙包感菌啊 就分好幾種 有 殉狀牙包 液化澱粉牙包 然後還有 我們常常聽到的 枯草感菌 然後這邊介紹的枯草感菌喔 跟今天的 液化澱粉牙包感菌 他們其實長得有一點像 所以在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有些科學家是把他趕混的 最後做基因定序 才確認出這兩個是不同 完全不同的 品種 然後他們的 運作機制就是產 產生二次的代謝物啊 反正就是知道他們會互相抑制 這樣就對了 最主要就是產生這三種 枯草菌素 蜂原素 然後還有 表面活性素 其中 依枯草菌素啊 會與那個 病原菌 上面的細胞膜 上面的固醇分子 形成那個複合物 使那個進出細胞膜的那個粒子啊 傳導的那個孔隙 會變大 這樣子就會造成 甲流失 讓那個病原菌 裡面的 肢體循環出問題 這個 這個在高中啊 那個 那個 納甲防腐 是類似的 反正就是細胞膜裡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生物分子 當那個 孔隙 改變之後 它裡面的滲透壓改變 就會造成細胞崩壞 病原菌死掉之後 就會達到 生物防治的效果 然後 類似剛剛介紹的第二種 有 脂肪酸 或什麼 生態組合 它有 介命活性基的效果 可以殺死細菌 然後剛剛介紹 類似豐原柱啊 可以與其他基礎誘導 植物產生 天然的生長基礎 就會產生 銀朵乙酸 或者是 疾背素 會出現在植物的生長點 就是我們的 新鮮嫩芽 或者是 發根 或者是種子萌發的時候 會出現這幾種東西 然後這些菌啊 有很多種名稱 這些名稱的差別 就差在它是在台灣發現的 還是在美國發現的 它們的 菌物編號 就會有不同的數字 那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的 稀釋 與噴灑過程吧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上次 擴培的菌 我們打開看一下裡面 你看 很漂亮的白色菌膜 這一層就是 擴培成功的菌膜 我現在要把它攪拌一下 用這一支 這支棍子 把它攪散 攪散之後 它就會不見 攪久了 它就不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這個菌 我們來稀釋 可以稀釋200 或者是50 還是那種 酸酸的那種味道 味道 我們這次 要稀釋 我看一下 這一桶20公升 我們這次 稀釋50倍下去攪 我們用快一點 因為這種自己培養的 它穩定性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它沒有恆溫 就是沒有恆溫或是打氣那一類的 所以這次我就用多一點 趕快把它用 表面的先用 我現在要加一點這個 這種化學肥料 排肥的43號 三種比例差不多的 然後這種大概抓100克 大概100克的那個位置 大概一半 下去加在這個20公升的這個裡面 這一桶直接拿去 放在那個肥料車 我們直接用那種噴肥料的車子 趕快把這一桶用一用 那我們現在要加那個水 把它加到滿20公升 我們剛剛大概加了 4到500克的那個 菌的那個發酵水 我們現在要把它20公升 把它裝到滿 這樣子 就是稀釋50倍 我們現在先來裝水 有時候用那種急溶斧 溶不掉 你可以先用小桶子 加溫水或 就是加溫度比較高的水 把它溶掉之後再倒進去 這樣才有辦法揹 你要先把它墊高 或者是你要請人幫你飛上去 這台就是那種通電的那種灑水的 可以灑肥料或者是農料 但是我又全部都是拿來灑肥料而已 對就像這樣子 通常都是外面葉子轉個幾圈 像這樣子外面葉子轉幾圈 然後在中間這樣子停幾秒 讓水可以流下去 這樣轉個幾圈 然後再停幾秒 然後這邊是番茄啊 之前種的那個 有黃的也有紅的那種番茄 像這個剛剛噢 噴沒有噴完的 噴草莓沒噴完的 那你種那個菜啊 就可以給它噴一下 我這裡面就是剛剛我們看的那些而已 就是菌跟肥料而已 這個沒有關係啊 小範圍沒有關係啊 大範圍要再評估一下 因為這個菌的那個 生長事情是蠻強的 所以大範圍噴 看你還有有沒有要養其他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摘種的新葉薄荷 也就是水薄荷 這個對於房式雜草還蠻有效的 它原本只有中間這樣一小撮 它旁邊已經開始長了 然後一邊長 你要一邊拔草 跟把外圍的草割掉 這樣它就會越長越大片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把它 加進這個 吞肥料的車子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用完了 那我現在就是要稀釋200倍 這裡面大概一公升多一點 這樣這一桶是200公升 等一下我把它倒進去之後 就直接下去噴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這是台北的43號的平均肥 就是現在花苞都還在大 其實可以加一點這種平均肥 大概加這個 這一台大概就加這個兩勺就好 把它裡面攪散 如果像這樣子 受潮過 然後攪不散 你可以用一點溫水 但是這個還好 這個一捏就碎了 這個這樣子沒關係 這個這樣子攪一攪很快就溶掉了 這個是 極龍肥啊 極龍肥就是適合噴 刮果的那一種 這樣子它已經中介完了 我現在就把它加到這個裡面 啊加這種東西 因為你剛剛水會有 有可能會有一些掉落物啊雜質 所以它上面都會用這個 濾網 網子把它濾著 這樣子你的噴嘴才不會卡住 好這一包是開根柱了 裡面成分大概是 流酸梅跟水棚那一類 我現在要加 80公克 80公克 稀釋到 那個200公升 是剛剛好 2000到3000倍 今天在這則影片 我們了解到了 各種菌的那種 生物防治的方法 與過程 就是 想辦法把那些壞菌 溶解掉啊 分解掉 或者是去搶它的地盤 但是 這個 就是防治 真菌類的 那種病態 如果是 昆蟲啊 或者是什麼 腺蟲 就要用其他種菌 類似什麼 放腺菌啊 古特菌 這一類的 那個有機會 我們再做介紹 那我們這次 菌物教學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